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8月8號 星期四晚上11點 由運通財經台製作的股市晚安報 我是郭凱 节目一開始先關心 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現 美股持續受QE影響而收黑 但是台股接連兩天大跌之後 空方休兵 出現了止跌回穩契機 全程沿著平盤附近震盪 最低是觸及的7894點 但是收盤仍守在7907.67點 跌了是13.62點 成交量785.4億元 肋股是漲跌互建的 升一百貨電機三強鼎立 漲幅是超過了百分之二 分居冠亞以及寄軍 跌補前三名為食品橡膠玻璃 台股氣氛解凍 高價電子觸動撐盤 大力光 漢威科聯發科 宏達電 華碩等齊部走漲 華寶是甩開了半年暴力空 五分鐘填席 使得電子股收盤小跌了 百分之零點二五 賣壓趨緩 今夜重大財經訊息部分 群創今天舉行了線上法術會 董事長段行健親自主持 公佈第二季財報不負眾望 再交出成長的成績單了 單季毛利率大升至百分之十二點四 稅後淨率四十點七億元 較上季大增了一點四倍 每股稅後移余為零點四五元 累計今年上半年每股賺零點六四元 華碩在今天進行了每股十九元的現金 鼓勵除息交易 受到PC產業後續保守 盤中股價只有平盤附近震盪 填席行情表現平淡 而明天將舉辦法術會了 下半年的產業市況 獲利表現與各產品出貨的一個狀況 都是法人關注重點 也攸關後續的填席氣勢 同期公佈第二季的營業競損 達到了六點一三億 稅後淨損三點四三億 單季每股虧損零點一三元 虧損金額高於法人的預期 衝擊的股價走低 早盤來到二十點五元 創下了一九九六年 上市以來的新低點 F茂聯營運表現再爆喜 在電動車 遊戲機 伺服器等 出貨 暢望益助下 七月的合併營收增至六點六九億 再度飆上歷史新高 今天在營運利多 以及電動車客戶特斯拉 財報優於預期 盤後股價大漲超過一成 帶動下 F茂聯股價早盤 以一百二十六點五元 漲停板開出 盤中微買單超過千張 上月單月營收是六點六九億 創單月新高 月增了百分之十一點八 年增高達百分之五十一點二五 累計今年前七月營收 四十點三億億 年增率是百分之二十四點三六 美國電動車製造商特斯拉的財報 再傳出加音了 國內的零組件供應商 核大七月營收達到三點一九億 創下歷史次高的紀錄 今天跳空大漲 中廠基本漲停 而受到美國景氣復蘇 各大車廠增加下單量 核大七月營收來到三點一九億 月增率是百分之十一點八一 年增率是百分之五點二一 創下歷史單月次高 關心法人在期貨的布局 以及三大法人的買賣超排名 外資賣超了一百一十八點二億元 投信賣超零點三個億 增益商也調節了五點五億元 三大法人同步賣超一百二十四點一億 詳細數字一同來關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股期貨部分以七千八百四十六點 作收小跌了一點 與現貨相較逆價差六十一點六七點 承保面部分 外資空單大增了兩千零二十九口 至一萬五千八百四十二口 投信空單小則一口 近多單學位至兩千零九十八口 自營商多單增加七百七十口 至兩千四百零三口 總計三大法人空單增加一千兩百六十口 至一萬一千三百四十一口 這是台北股市表現外資法人觀點部分 聯電法是會落幕了 釋出第三季金元出貨將激增3%到4 單季營益率渴望提升至7%到9%的展望 但是大部分外資對於聯電表示的 第三季40奈米訂單 仍能夠持穩的看法表示存疑 幾乎一面倒對聯電給予中立以下的平等 李洋更是給予列於大盤的平等 只剩下大膜是獨牌綜藝的 是各家外資當中唯一給予聯電 優於大盤的平等外資 PC族群法術會本週開跑了 上場的是筆電龍頭紅基於在今天 但是有介於微軟Windows 8的改版 加上廠商新舊機種轉換 終端市場對Win8接受度不如預期 消費性PC前景黯淡 外資巴克萊證券 某個史奈利證券等都不看好 紛紛下調目標價以及出貨的成長率 電子股法術會行情不佳 最近表現疲弱 然而高盛證券就指出 從現在起即將進入電子業的旺季 投資人應該捨棄非電子股 轉進電子股 看好標的為台積電 鴻海細品以及M-Puray 而應該捨棄的非電子股為 核泰車以及南亞 接著是今天台北股市的強弱事股 股市漲跌變化就像天氣一樣 股市氣象台今天出場的偏多訊息部分 觀光高價族群財報陸續出爐了 金華飯店公告上半年 每股盈餘是達到5.85元 與去年同期表現持平 EPS只增加0.05元 由於市場就預期 金華全年渴望續賺一個股本 開盤股價表現就相對抗跌 維持在平盤之上游走 並且一度來到374.5元 國內汽車塑膠里組建大廠東洋 7月字節合併營收16.6億億 較去年同期成長了12% 再度創下歷史同期新高了 受惠營收表現亮眼 股價再度攻高 一度來到42.5元 盤中漲幅達2.5% 華保今天除全息 市場看好今年下半年的走勢 強力買進 也帶動了一開盤5分鐘就順利的田息 盤中氣勢高漲 股價越走越高 盤中漲幅是超過了4.47% 成交量更達到萬張以上 日可以收紅重新向上挑戰越線 其邦受到市場傳出 第二季財報稅後存疑 有機會衝上8億元大關 改寫單季歷史新高 紀錄的利多 刺激股價開平之後一路走高 一掃了昨天除息就陷入貼息的窘跡 太陽能電池廠新日光 在合併旺能之後 營運逐漸展現成效了 公佈第二季也交出了轉營成績單 單季稅後盈餘是達到3.35億元 獲利數字位居太陽能電池廠之冠 每股稅後盈餘是0.64元 表現亮眼 新日光今天公佈7月營收是220.9億 較上個月是成長了3.6% 年增98% 銀收的表現亮眼 鋼式動能逐漸顯現 中鋼第三季接單總量內銷 接近了155萬公噸 達成率是高達了105% 反而就認為如果動能持續增溫 預估第四季盤價渴望上漲 而且將會帶動下游的夜輝 玉鐵以及剩餘外銷報價水漲船高 順利地擺脫整體營運的低迷 以上是台北股市表現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馬上回到節目現場 頭痛 請用五分鐘 享受舒適帶來的寧靜與放鬆 一切來自斯特萊斯 父親節優惠專愛史詩中 0809 073 999 吹氣體啊 享用氣體啊 五分鐘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複合是島塊 學密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對家裡打鼓也是膽有 你有多久沒來林口了 清新的空氣 建設中的未來 看得到的幸福 如今這裡是讓人眷戀的度假天堂 如今這裡是更寬闊的幸福居所 如今這裡以美夢成真 林口大不同 人生大進階 我在新北郡 2602 0099 預防H7N9流感 請選購合格衛生型肉 生熟時寄居因分開使用 避免交互感染 雞 鴨 鵝 鵝肉及蛋類 要完全煮熟才可使用 家禽弱瘦病毒感染 再殺 去毛 半瘦的人 都可能會感染 請勿違法屠宰 半瘦活情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歡迎您 歡迎回到股市晚報節目現場 我是郭凱 新台幣對外美元的匯率 今天收盤是升值了6.5分 達到29.96對外一美元作收 成交金額5.49億美元 有關國際匯率數字 一起來看看 在國際重大財經訊息部分 三星電子佔全球銷售智慧型手機大獲成功 也幫助在電冰箱洗衣機等家電產品 贏得越來越多好名聲 近來在全球家電龍頭 輝爾普主導的美國市場 迅速地擴大市價率 而同樣產自南韓的熱金電子 也有獎獲 奇異公司以市場供應過剩為由 宣布放棄生產太陽能面板 並且將過去五年研發的太陽能技術 賣給第一太陽能公司 英國央行罪行宣布 承諾在英國失業率降到7%以下之前 將維持目前的基準利率和債券收購計畫 不會改變 針對汽車燃油做出的調查顯示 本田汽車是最省油的 平均每英里油價12.8分 通用汽車的GMC車型是最耗油 平均每里油價是21.2分 其他的最省油的廠牌 依序為韓國的Kia 現代 福斯 馬自達 蘇巴路 史丹林 以及日本的豐田汽車 亞洲股市最新消息 今天互生兩市走勢震盪 小碟作收 詳細數字一同來關心 小碟作弹 來關心國內重大財經訊息 面板大廠群創公布第二季財報 果然是不負眾望 連續兩個季度維持獲利表現 合併營收1,115億元 稅後淨利40.7億 EPS0.45元 董事長段行健釋出對第三季景氣 將呈現忘記不忘 不過第四季有耶誕節和春節的拉貨效益 期待用產品差異化 提升整體的營運表現 既友達公布第二季財報 終結連十季度虧損成功轉虧為贏後 另一面板大廠群創 果然不負眾望 攪出售後經歷40.7億元 比上季大增1.4倍的好成績 超越友達 市場上段下降 我們當然會受到影響 不過我想跟以前相比 我們的體制強很多了 董事長段行健 親自現身喊話 自從今年第一季正式轉營後 雖然第二季合併營收來到1,115.18億元 季減4.5% 年減0.9% 不過毛利率表現亮眼成長到12.4% EPS 0.45元 累計上半年事後經歷57.5億元 每股賺0.64元 今年是跟晚年比起來 第三季會稍微沒有像晚年忘記那麼旺 預告下半年整體景氣 省慎樂觀 受到中國節能補貼政策結束 導致電視面板需求不振 大尺寸面板價格開始下滑 群創接下來要聚焦的是產品差異化 另外針對轉投資的 麒麗光電倒閉 56億元負債風暴延燒 斷行健強調 投資麒麗的相關損失 已經陸續任列 預計今年將全部任列完畢 對群創影響不大 或許他們麒麗有虧損的地方 我們都按照規定來提列 但是這個數值相對 我們整體的營業應該比例非常低 所以對我們財務的影響應該非常小 面板雙虎群創有達 紛紛成功轉虧為盈 不過對第三季營運都趨上保守 面對面板景氣多變 雙虎期待接下的耶誕節和春節 拉貨效應讓業績持續獲利 林聪成富台北報導 副總統吳敦義針對了兩岸福茂協議 再次表態 強調未來中小企業將有更多的機會 進軍大陸市場 而海協會副會長鄭立忠則認為 大陸企業來台仍面臨許多的阻礙 希望透過了福茂協議 為兩岸經貿增添新機會 兩岸福茂協議前述至今 市場上仍有部分業者抱持質疑態度 但贊成聲論也不少 副總統吳敦義出席 由旺報主辦的創副論壇 表示政府態度 再次強調 簽署福茂協議 絕對是為台灣市場開闢新局面 很多產業跟民眾瞭解 他就不會顧慮說 哎呀 計程車會不會車行都大量開放 然後小黃就變成小紅 沒有這件事 因為我們這次允許開放的 雖然是有64項 大陸允許我們福茂 這次開放的有80項 強調為了中小企業將有更多機會 進軍大陸市場 更渴望為國內觀光產業帶來新活水 會場上更邀請兩岸重量級人士 包括旺報創辦人蔡衍明 陸委會副主委張顯耀 海協會副會長 政立中 以及北控集團董事長王東等人 我們政府非常重視 也是我們政策努力的目標 台商在大陸的投資受到了奇跡保護 相對而言 陸企來台投資 仍然面臨著各種有形和無形的障礙 比如說 陸支在台的待遇仍然低於外資 公共建設方面開放程度太低 而且還設置了眾多的限制措施 讓入支在台很難發展 針對國內部分業者反對開放兩岸服貿協議 政立中表示不可思議 更指出開放後其實是完全有利於台灣企業 他強調大陸產業結構改變 已經不像以前需要與台灣業者水平分工 而是要走向相互持股合作 利用兩岸的互補性增進經貿以及民眾往來 發射盧冠宇台北報導 筆電市場未見反彈 加上平板電腦低價戰火猛烈 筆電品牌廠宏基就公布第二季財報 不如預期是出現了虧損了 營業競損超過6億 EPS負的0.13元 總計上半年EPS是來到了0.06元 展望第三季 宏基是靠著平板系列火力全開 穩住整體的營運 靠著低價策略奏效 宏基第二季全球平板市場 極盡市占排行前五名 不過還是抵擋不住 傳統筆電市場需求不振 第二季財報面臨虧損命運 營業競損達6.13億元 EPS負0.13元 也是近七季以來本業再度虧損 對股東造成了一個很重大的傷害 這個部分實在是很抱歉 盡快的把工資能夠帶到 或者發展到可以成長 可以獲利 NB產業挑戰重重 董事長王振堂不斷對外喊話 今年要力拼賺錢 但是總計上半年收1813.51億元 年間百分之十八點九 售後盡力1.71億元 EPS0.06元 主要是因為低潤價格上揚 對毛利造成影響 加上和國外設計公司有合作專案 使得營業費用增加 第三季跟第四季PC 整個已經比較穩定 那Window 8的接收度慢慢在回升 上半年占整年營業額的45% 下半年大概55% 另外觀察岩調機構IDC統計 宏基上半年筆電出貨量約982.1萬台 雖然下半年預估旺季出貨量增 但還是會比2012年衰退 加上平板拉貨力道趨換 市場買氣恐怕出現低延 要如何扭轉頹市 將會是王政堂首要考驗 林松陳永富台北報導 晶圓代工二哥聯電 第二季的財報表現 由於市場預期了 合併營收超過了319億 EPS0.15元 總計上半年每股淨利是0.67元 不過目前已經觀察到客戶 在第四季將會出現庫存的調整 智慧手機市場不斷求新求變 下半年大一幕正常還沒有停過 迷你機皇也成為PK主流 帶動聯電第二季整體營運表現 猶予預期 第三季營收估計計增3%到4% 不過第四季將會出現客戶需求下修 調整庫存現象 我們在維持技術領先以及建制高階產能的長期承諾 並且以獲得許多重要客戶以及夥伴的正面回應 看好晶圓出貨一路暢旺到第三季 觀察第二季營收319.1億元 激增14.8% 年成長5% EPS0.15元 總計上半年合併營收596.9億元 年增5.4% EPS0.67元 聯電表示下半年還會積極爭取40奈米以下製程接單 針對第四季可能的庫存調整 也已經提前做準備因應市場變化 40奈米的營收比例 在許多新產品陸續進入量產之後 將顯著的提升 同時為了因應3D電晶體先進製程佈局 聯電進來更宣布加入IBM的10奈米FinFig技術聯盟 強調會提供結合IBM基礎技術的未來製程平台 根據客戶需求開發延伸性製程 林宋親友副台北報導 觀光股後 其餐飲品牌表現優惠預期加上了巴厘島普吉島等新飯店開幕 持續的挹注營運動能 對下半年的旺季表現仍抱持高度的樂觀 日圓貶值加上大陸頒布禁設令 今年上半年來台日客以及陸客都較往年減少 讓台北都會商務型觀光飯店住房率普遍都受到影響 也創集觀光股後精華 第二季財報表現不理想 應該應該是應該是還是會維持這個過去的水平吧 第二季合併營收13.7億元 季減5.41% 稅後經歷2.43億元 更較上季下滑24.5個百分點 創去年第一季以來最低點 不過累計上半年合併營收仍達到28.18億元 年增4.1% 稅後獲利5.65億元 年增0.88% EPS5.85元 根據各地的不同市場的需求的話 我們當然還是會以這個酒店綜合不動產的這種經營模式發展 成績不立向 但精華表示 近年以來公司陸續開出不少新據點 包含台大傑斯旅以及旗下餐廳品牌 而海外麗津酒店則有巴厘島普吉島等新飯店 其中台大傑斯旅住房率已經充到75% 而這些新展店效益都將在下半年陸續發酵 發生盧關於台北報導 永峰金控受惠於旗下銀行獲利動能強勁 累計上半年稅後盡力突破了58億 年增19% 展望未來總經理肖子昂指出 公司已經通過了北京銀監會的核准 在南京市也設立了外商獨自銀行 最快年底前開幕 積極擴大運運版圖 美國聯準會寄出QE退場消息 加上美債近期呈現區間震盪 在資本市場砸下不少壓力 促使成球金融環境在下半年仍有不少變數 不過永峰金控總經理肖子昂強調 仍看好公司下半年營運 總經理肖子昂財務長張敬元 發言人陳廷如以及銀行總經理江維納 共同出席記者會揭露上半年財報 稅後傳譯達到58.81億元 年增19% EPS0.78元 其中有豐銀上半年大賺57.57億元 成為公司最賺錢引擎 永峰金也加速前進大陸腳步 正式獲得北京營建會通知 批准在南京市籌建外商獨資銀行 資本額約人民幣20億元 日期最快年底開幕 另外證券部門也通過董事會決議 與廈門晶圓投資旗下廈門晶財 合資申請設立證券公司 擴大公司版圖再下一程 福利宣路關羽台北報導 以上是重大財經訊息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馬上回到股市晚報 熱門晶圓地下廈門晶圓營投資 紅色階 紅色階 四階 三角 美粉三角 頭痛 請用五分珠 深田藥裝高純度玻尿酸面膜 深田藥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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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起財 吹起財 享用起財 五分珠 深田藥裝高純度玻尿酸面膜 深田藥裝 深田藥裝 全面启动 快速掌握150档全成股变化 精准轰动指标 动机大盘多空转折 节日起 轰动150 获天荒6折优惠实施中 来电解速播 02-2365-3255 谁能将各类产业分门别类 邀请专家为您说清楚 掌握投资方向 谁会将您想投资的企业财报 独家剖析 将数字来说话 不怕买错股 每周一到周五 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 运通向前冲 让您聪明投资 赚钱正轻松 你应该选择安全的方式 开车不分心 你我都安心 交通部欢心您 欢迎回到股市 晚报节目现场 联发科7月合并营收 达到了132.18亿 创下了历史次高记录 联发科就预估了 第三季合并营收将会达到 349亿到376亿元 既增5%到13% 展望第四季因为是传统单季 因此预估营收可能不会比第三季更好 台苏四保7月营收出了南亚台苏化 因为税修的炼油设备 以及以二存厂录取的复工 益住业绩升温 同步月增了15% 台苏以其台化则是受到大陆厂 出货力道疲弱影响 营收较上个月减少1到3个百分跌 年产能高达72万公吨的 以二存厂复工 加上塑胶加工产品 可塑剂以及电子材料 不如忘记销售增温 推升台苏集团旗下南亚 7月营收表现强烟 月增15.38% 来到267.22亿元 年增8.66个百分点 产品的销售量比6月份增加 同样找出好成绩的 还有台塑化 社会炼油设备复工 每日平均炼油量高达54万桶 开工率约9成 加上每桶外销价差 攀上12.3美元 月增超过一成 带动7月营收冲上767.55亿元 月增15.86% 年增21.77% 整体看起来因为工厂在看 链量提前 所以营业就增加了 南亚以及台塑化 7月营收表现亮眼 反观台化就没这么幸运了 收到大陆销售量减少 营收月减2.65个百分点 只达到361.42亿元 不过展望8月台化强调 对二甲本合约价格持续攀升 来到美工段 1440美元的高档行情 预期将持续到季底 为8月营运再添柴货 分析罗关于台北报道 在客户新品拉货带动下 金国光7月合并营收 5.05亿元 比6月成长了12.76% 金国光就认为 算说数位相机 事况不是好很好 但是有信心第三季营收 应该会比第二季更好 而且整体来看 下半年的业绩 也会比上半年更好 神龙举办了法说会 公布第二季的财报 营收13.3亿 年增47% 税后建立更加去年同期翻倍 成长冲破了4亿元 EPS 0.62元 总经理马海依旧强调 下半年受惠新品上市 加上旗下新药成功 在非药局通路上市扑获 为公司营收动能 在天柴火 总经理马海依 打上浅蓝色丝巾 与公司高层 共同出席法说会 站上讲台一开口 就为现场外资法人 带来好消息 进与大陆F康连策略合作后 正式攜手国际级 新药代客研发公司桑迪亚 共同抢工新药研发 以及生产商机 基本上我们两家一起做起来 就变成可以给客户提供 一站式的服务 从新药 从实验室一直到市场 第二季财报表现强艳 营收达到13.3亿元 年增47% 售后净利4.06亿元 不只较上季成长16% 更较去年同期成长131个百分点 成功创下单季历史次高纪录 EPS 0.62元 一年一年的看 我们每一年每年都有成长 因为我们每年年初 都有跟各位报告 就是今年要上市写什么产品 一个是减肥药 一个是这个忧郁症的药 这两个药是我们今年成长最大的动能 神龙在产品组合制成持续改善 以及经济规模 第二季毛利率居高不下 达到百分之五十四 预估下半年还有新产品上市 加上新药经过主管机关核准 在非药局零售通路销售 渴望大幅带动公司整体获利动能 福尔学卢冠宇台北报导 受到产业不景气 以及日韩汇率下滑影响 上营第二季移收二十八点零三亿元 年减是达到了百分之二十三点九七 假如后续法案就认为 上营六月移收 已经回到十亿元以上的水准了 再加上中国大陆代理商库存 去化完毕 因此预估第三季表现 应该会比第二季更好 低价平板席卷市场 根据饰料机构IDC统计 第二季全球平板市占 苹果iPad家族滑落到百分之三十二点四 不过还是稳居冠军宝座 紧追在后的三星 以百分之十八市站坐稳第二名 另外包括了双A 联想出货都叫去年成长 显示飞平阵营在平板市场 是来势汹汹 华硕和Google合作的 二代Nexus 7亮相 寄出萤幕解析度高达1920 乘以1200 还有无线充电功能 以不到一万元的清明价格震撼市场 低价平板民众很给面子 根据饰料机构IDC最新统计 第二季全球平板市占 飞平阵营出货飙升 台湾双A同时挤进市占前五名 华硕以百分之四点五 排名第三 鸿基则是来到第五名 飞平阵营大耀镜 反观苹果 iPad家族市占滑落到32.4% 比起去年同期几乎腰斩 不过还是名列冠军宝座 第二名由三星以18%失战 拉近和苹果距离 其中值得观察的是 大陆品牌厂联想 下带着笔电龙头气势 第二季以3.3%失战率 名列第四 年增率高达313% 成长动能 名列前五大平板品牌中的第一名 另外IDC还指出 总计第二季全球平板电脑出货量 4510万台 虽然年成长59.6% 但季节9.7% 下滑主要原因在于 平板新机刚好处于上市空窗期 期待包括亚马逊Kino Fire 以及苹果新一代iPad等明星机种 预料在第三季底 第四季出问世 重回成长轨道 林宋陈永富 台湾报道 盛回第二季合并营收22.72亿 虽然季减1.52% 但是毛利率回升到12.31% 单季EPS是2.71亿元 凡就预估盛回上半年合并营收 达到45.79亿 下半年营收应该会更好 也看好了全年营收有机会挑战百亿元 而且全年的EPS 渴望维持一个股本的好成绩 南韩手机大厂三星确定要在9月4号 德国发表新品 外界猜测将会是大萤幕手机No3 瞧的是 宏达店也在脸书官网发布新品短片 暗示旗舰机种OneMax即将亮相 看来下半年会是大萤幕智慧手机的主战场 大尺寸手机大战即将开打 三星发出邀请函 确认要在9月4号德国柏林举办新品发表 外界猜测将是Galaxy No3两项 荧幕可能由No2的5.5寸扩大到5.7寸 解析度1080p 4HD 配备1300万画素相机 上来在智慧手机积极布局的三星 第二季在北美市场闯出好成绩 根据美国市场调查策略分析 公司显示 三星以35.2%市占率 领先苹果的32.3% 销量也以1200万只 重压苹果的1100万只 强攻下半年智慧手机市场 不止三星 红刀店在脸书官网也发表了一支预告影片 16秒短片 以前有大事为标题 让人联想到传闻中的平板手机 OneMax 显然要和三星互别瞄头 不过宏达店在法术会上曾表示 旗舰新品会在第四季初推出 OneMax究竟何时现身 民众拭目以待 林宗称赴不到 旺权七月合并营收二点八二亿 月增百分之十七点五 再度改写单月历史新高记录 本就表示旺权第三季单月营收 有机会持续往上攀升 预估单季营收将会接近八点五亿元 下半年EPS渴望超过两块钱 全年EPS上看四元 成衣大厂巨洋 七月营收年增进一成 突破十四点八亿 预期下半年产品价格 以及毛利率都将会优于上半年 更加速产能扩充计划 扩大在越南 印尼 以及柬埔寨生产规模 目标到二零一七年 年产能将月升达到两千三百万达 较今年成长一倍 聚焦高单价市场主流产品 成衣代工大厂巨洋 收费客户新货上市前扑货需求 推升七月营收维持高档水准 来到十四点八亿亿元 年增值逼一成 累计上半年营收八十四点二亿元 以目前股本十六点七六亿元计算 每股税前盈于约四点八元 在座有很多的合作 我倒是觉得那个是未来 我们未来了两年三年 以后的铺路 我们再进行 居仰预期未来三年内 不论是毛利或是产品价格 都渴望缴出最漂亮的成绩单 另外近年来 全球生产基地 逐渐转向东南亚等新兴国家 为了降低成本 居仰也积极调高越南 印尼 柬埔寨等 三大地区的生产占比 很多公司都转到别的地区 对不对 营收啊 你可以做一些改变 分散市场 其实还是把风险给分散掉 其中居仰在印尼 第三宝龙的两座新厂 以及柬埔寨的代工厂 将陆续在第三季投产 公营日本 美国新订单需求 在三大主力生产基地的扩产下 预估2017年 产能将从今年的1100万打 倍增达到2300万打 巨洋的布局效应 恐怕在未来几年内逐步发酵 Fresh 路关宇台北报导 因为产品出货量攀升 带动朔和7月营收3.56亿 年成长高达15% 朔和表示 在双反案尘埃落定 以及公司产品品质 价格持续稳定成长下 预估下半年营收 将会维持成长的态势 看准健康亲食风当道 为了拉拢上班族课程 统一超和全家两大连锁 超商通路 争相进军亲食市场 全家强打经济优惠 统一超则是端出新鲜的 切片水果 抢攻夏日市场 看谁脑筋冻得快 好吃的水果要怎么挑 统一超进军切片水果市场 搬出全台唯一苹果甜度筛选机 透过远红外线检验 保证每颗苹果吃起来又脆又甜 还有夏天盛产的香蕉 太胖太瘦都不OK 超严格的严选标准 全都是为了抓住消费者的心 现在可能像切片 或者乘客的水果 都有以一个门市来讲 它光水果的选择就有七八种 那以去年来讲 我们光水果的这个结构 大概成长了就有80%左右 所以这一块的一个消费习惯 跟通路的转移来讲 我们觉得其实是慢慢的 在被养成当中 超商抢外十足 真的什么都卖 什么都不奇怪 因为光是这一盒新鲜切片水果 同一超平均一年就卖掉一百万份 庞大商机不容小觑 随而进入第三季传统旺季 加上中元节来临 预期下半年整体营运表现将不差 进入暑假来讲不外乎 就是说像一些冰品 饮料等等 那像拜拜商机 像例如说泡面 然后饼干零食 都是大包装的部分 那所以这部分以以往经验来讲 至少都会有两到三成的一个成长 抢工夏日商机 打出青石牌的还有全家 推出平民化日式料理 带动上半年鲜食 比去年同期成长两成 不管是熟食沙拉还是水果 全民吹起青石健康风 业者脑筋冻得快 创造无限商机 这是要民众掏荷包购买 林宋称赋 太不到 以上是金血的财经药文 广告之后还有更重要的明日关盘 重点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在这六七年来 看到哪里 长到哪里 台中 高雄 新庄 烂水 我们看到很清楚 我们当时去投资领口 全世界机场边的城市发展 都是那个当地 增值弧度最大的 林口第一号宅 国家一号圆 林口的未来是指日可待的 全部同胞请注意 绝无仅有全台唯一 大闸蟹拍卖中心 0800-001-4-4-9 0800-001-4-4-9 爸爸 儿牌清理窗 专利复合是岛块 学名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儿牌清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对家里打鼓也是 代用 你没在外的机会啊 我们现在都跟合法屠宰厂的鸡来面 没现代的啦 那不是电载轮动机 怎么还要吃 合格的屠宰机就是生鲜机啦 怎么还要吃 为了降低情流感风险 政府推动传统市场静载活情 合格屠宰鸡肉 我专业兽医师帮我们把关 安全更有保障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因为我是购物专家 好 神仓万丈修行 遗漏风云之时 能有无兵无击的格局 百年一遇 一生难得 大气尺度超越向下 豪宅中的传奇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美股小黑尾盘跌幅收敛 亚洲股市恐慌气氛烧减 台股在连续两天重挫之后 以平低盘开出 大力光TPK扮演双箭头 各自带领业绩创新高 以及跌升股反扑 金融类股也是挺身抢救 算说宏基等全职股 仍遭到贯押 上档卖押人中 大盘是陷入了平盘上下 狭幅震荡 但是多头努力在 7900一点关钱踩刹车 加圈指数收盘是小跌13点 以7907点作收 成交量仍然是只有 785亿元 而明天该怎么选股 我们赶紧请到 大家都非常熟悉 陈通投顾的陈微博分析师 为我们解析 明天的关盘重点 微博晚安 郭凯晚安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好了 请教微博 今天的一个恐慌气氛 其实投资人还蛮担心的 尤其让亚洲股市的一个 一度的一个下挫 也是有一番的一个卖压 而台北股市 惊险中是守住了7900点 到底明天的盘势该怎么看待呢 好 在这几天的一个台北股市 那伴随的是美股的一个持续拉回 那美股也大概拉回三天了 那台股今天来相对于亚股来比较的话 其实还是稍显的不足 属于一个震荡的行情 尽管比如说 像高价股的3008大力光 3658的一个汉维科 还有2454的一个联发科是走红的 包括连昨天跌停板的一个3673 FTPK 那今天都有一个翻红的一个走势 但是整体的一个台股 目前表现还是属于比较弱势一点 最主要还是在于说 外资的一个动作 还是持续的一个卖操 那导致整个市场在这部分 尤其是外资在衍生性的 一个所谓起货部位的话 还是所谓的一个卖操 今天是持续卖操2000多口 那事实上的话 这样的一个动作 会影响到整体大盘的一个走势 那这个地方的话 以技术形态的一个格局来讲 今天高点到低点的话 你把它加减算起来 大概只有38点左右 其实是相当的一个陷入 所谓典型的一个整理盘式当中 所以就技术面而言的话 今天的一个下跌留下一个实质 一般而言实质会把它视为说 一个反转的一个关键指标 那如果明天盘整个补量的话 是有机会在这个形成一个反弹格局 只是说现阶段的一个上涨过程当中 各位同志朋友可能就是要 非常注意手上的持股 到底是属于空头格局 还是多头格局 因为如果是空头格局的个股的话 反弹之后恐怕会再持续的 做一个下锁 尤其是这几天我一直在讲说 在电子股的一个部分 那包括像融资比例 比较高的个股来讲 在现阶段来讲 都要特别的一个小心 那台股在近期来讲 为什么都不会有一个 比较好的表现 前些日子美股还在创新高 台股却进入所谓三角收敛形态 那美股拉回 当然台股就跌破了三角收敛形态 那其实台股还是在于 很在乎美国 包括FED的 它的一个所谓QE即将一个结束 这样的一个传言的冲击 包括美股这几天回党 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冲击 但是这个QE的部分 微博大概说明一下 我的一个见解 我认为QE是一定会退场的 因为连那个什么 就是不管是 接下来要接任 波兰克的一个人选 那整个QE退场的一个机制 包括就连美国总统欧巴马 都认为QE应该退场 所以我认为QE是一定会退场的 只是说什么时候退场 以及退场的一个方式 是怎么样去做 因为如果QE不退场 其实全球总有一天 一定要面临所谓的 这样的恶性通膨 跟资产泡沫的一个苦果 所以QE退场其实也是针对于 之前所释放出来的资金 做一个所谓收尾的一个动作 那只是说这边的一个退场 势必会影响到 包括像美国的一个本土 跟整个一个新兴市场 亚洲新市场的部分 因为势必在之前的一个 所谓QE所释放出来的美元 都是大量的流到 这些新兴国家包括亚洲 所以在QE退场过程当中 资金是一定会形成这样一个退场的 所以各位同学朋友 必须要做好这个准备 也就是说现阶段的投资策略 我认为不应该是 一直在追求获利当中 在孙子兵法里面 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 他说可以攻的时候 你就要尽量去攻 但是当不可以进攻的时候 就是要做一个有效的防守 那整个兵法其实他所讲的 也就是在讲投资 以及台北股市投资的一个道理 这部分的话 在现阶段来讲 当风险程度比较高的一个状况下的话 应该是把风险摆在第一位 而不是一直在买股票买股买股票了 在现阶段来讲 一定要去检视 手中持股是不是 呈现空方的一个架构 那空方的一个架构来讲的话 如果说现阶段有跌很多 那各位同学朋友 也不要说在这边 进一步就去把整个持股 做一个杀低 因为就技术面而言 其实也出现了一个超跌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算要再跌 其实也要有所谓的一个反弹 那只是说各位同学朋友 应该要利用反弹的过程当中 去做适当的一个调节 我再次强调就是 以现阶段的一个台股来讲 一定是选股不选市的 你一定是要选出多方格局 各个股来做布局 其实以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而言 虽然进入震量震浮震荡的过程当中 还是有高达大概是 三十几家的一个公司是涨停板 那这些上涨的公司 他们都有一定的一个逻辑 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呈现于多头排列 甚至有的是有题材的 那只是说各位同学朋友 尽量不要再用现在的所谓的一个 见价追涨的一个模式去买进股票 因为类股的轮动非常非常快速 通常一天涨停板的股票 隔天它就会再拉回 所以如果说你买进 没有相当一定的一个依据的时候 其实在操作过程当中的话 还是要小心谨慎为主 所以现阶段的一个台北股市 从今天的一行情来看 重点在于明天 今晚的一个美股 如果今晚的一个美股 可以做一个有效的带动 那台股在明天或许还有机会 来做一个反弹 但是切记如果有真的出现 反弹的过程当中的话 那一定是站在 就是我认为是尽量的提高资金部位 尽量的把手上 尤其是空头 或者是说那个基本面较差的股票 来做一个所谓调节 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 等到整个行情真正出现转环 以及说或者是这个很多股票 已经跌到了它的一个 包括本益比出现偏低 或者是它的股价已经跌到了 前波的一个历史低点位置的话 那基本上再来做成绩的任务 会比较安全一点 好 非常感谢陈通 投顾陈威博分析师详细的解析 谢谢 谢谢 好的 台股昨天八千点大观市演出空城记 多头未见防守 以跳空灌破之后 今天多头大军似乎还在整队 分别由大力光TPK率领 多头强势族群 不过尚未形成全面反攻氛围 先求止跌 大盘在七千九百点上下 以小黑十字线作收 似乎是有防守前波低点 七八八五点的企图 攻击才是最佳的防御策略 多头大军如果要守住七千九 不能消极的被动防守 必须由主流族群来率先突围 以上是今天的股市玩报 感谢您的收看 就最后一同来关心 明天的重大财疾预告 我是郭凯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 请看 头痛 请用15分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树的大阳台 水的空中花园 一户一体厅 一户双树院 女主人的空中花园 男主人的庭园书房 大华 胡语 27850888 预防溺水有十招 第一招 汽水地点要合法 第二招 不做危险的举动 第三招 无波溪流细水需特别小心 第四招 不落单 注意同班位置 第五招 下水前先暖身 第六招 不可在水中嬉闹 第七招 身体不适不下水 第八招 不要长时间泡在水中 第九招 气候不佳不下水 第十招 加强游泳漂浮技巧 教育部关心您 德国的这个关卡教授 他提出来的所有摇篮到摇篮的一个经营的模式 其实是利用这样的一个生态化的概念 也就是说呢 其实呢 我们将来要让它走入一个所谓的 像生态系统一样一个循环型的社会的话 很重要的话就是所有的物质呢 它必须能够回收给循环再利用 宝贝我们的地球 宝贝我的未来 上次台风天 我和阿嬷在收入中心排队打电话 阿嬷要打给很多人担心打不完 阿嬷 打1991啊 当灾难发生时会开放1991阵线 只要输入区域号码加家里电话号码 就可以留言报平安 阿嬷打1991就听得到哦 对哦 是不是手机号码 也可以哦 1991报平安 请假订阅同行呆 网路也可以听留言哦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累死了 想到要去排队拜美签 有刚刚累时间的 喂 喂 你要赶快找时间去拍美签大头照哦 哦 好啦 还要去面试耶 啊 忘记线上网预约了 哦 你们资讯很差耶 来 你们看 游去美国观光盒商务考察 不用钱责了啦 是哦 这本护照有构造 海洋世界旁边道 外交部和大家一起打拼 奇怪 不过要吃 我都不够要洗 这玩意儿 再洗就洗不掉 钱就像在放水楼 够杂给它烤鱼了水 你每天忙来忙去都忘了照顾自己 我当然要按时帮你缴国民年金 给你细细有保障 而且现在自己只要缴60% 保障就有100% 我显然进入保障的40% 不够要搞啊 不够要搞啊 不够让你给它最大心 国民年金轻松讲 终身保障不会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孩子健康自然的环境 让他生活无忧无虑 老实说 大家都要健康